越南疫情持续升温 商业大臣活至民事 23日再度实施为期两周的居家令 期间将由军队协助发送食物与必需品 并严格管控车辆流动 导致前一天市场涌现物资抢购潮 截至22日 越南疫情写下连四天破万记录 全国累计确诊数已达34.8万人 其中胡志明市就占了总数一半达17.5万人 当地台资制协大厂保长之强KY 在受到冲击之下 纷纷宣布延长停工至8月31日 法人预期相关协场将影响全年营收超过5%以上 上周五胡志明市当局会免外国企业代表 英特尔越南和马来西亚公共事务主管也吐露 因应当地防疫规定必须让1870名员工住在临近部门的饭店 因此7月以来以额外花费高达1400亿越南盾约1.95亿元台币 如今越南疫情仍持续延收 各国企业厂商恐将再度陷入窘境 新唐人亚特电视唐洁安整理报道